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旺扬是中共官场中为数不多的 带有鲜明的改革派色彩的人 也是刻板僵化的中共政治圈中少有的艺术 旺扬出身寒微 没有正规的大学学历背景 本只是个普通工人 却突然像中了彩票一样 专入仕途节节升迁 他没有什么特别强硬的后台靠山 却在每个任职期间 都能读出奇书地搞出一些轰动的新名堂 屡屡得到中共最高领导人 如邓小平 胡锦涛等的赏识和提携 中共官场在迷雾般的幕后运作中 翻云覆雨 毫无常理可惧 就在人人都以为 他会在中共十八大顺利进入最高权力中心时 却突然入常受阻 当他终于在十九大进入常委 他却风头尽失 个性全无 成了官场的花瓶 汪洋不像中共党内大多元老们喜欢将灰白的头发染黑 他也不像其他官僚那样不苟言笑 他用轻松的民间语言表达看法 常拿中共官员自身作为针匾嘲讽的对象 他曾提出要破除人民幸福是党和政府恩赐的错误意识 虽然汪洋扮着官运的起伏 政治倾向也变得飘忽不定 难以看透 但他倾向自由市场经济和半开明治理的改革派明星光环依然还在 跟其他领导人相比 汪洋还是给感觉无望的百姓保存了一丝幻想 在中共的官员中 早年的汪洋绝对称得上是一个官场童星 娃王市长曾是他独一无二的头衔 汪洋与李克强同是1955年出生 也是安徽同乡 他老家安徽苏州城郊的汪家村村民表示 汪洋他可是从下面一步一步走上去的 小时候还捡过粪 汪洋父亲早逝 母亲是个小区教师 他们家住破旧平房 汪洋八岁时开始拉地板车挣钱 1972年 刚满17岁的汪洋 作为家中长子 辍学 接班 顶替去世的父亲 进了安徽省宿县地区食品厂当工人 很快的 汪洋就被提拔为食品厂的车间负责人 还博得了同厂工人 祝马力的好感 两人相恋后很快就结婚了 这或许就是汪洋一生中最关键的转折点 中国是个关系社会 没有人提携引荐 再能干的人也难以得到提拔 妻子祝马力是安徽宿县地区 行属副专员 祝建远的女儿 1976年 在岳父的帮助下 汪洋被调进当地武器干校做教员 精明能干的汪洋 像在食品厂一样 很快就升任教员室副主任 和校党委委员 1979年 文革后清皇不解的中共 大批提拔年轻的干部接班 年轻的汪洋 恰逢其时地赶上了这股东风 汪洋常有大胆的构想 借着改革开放的东风 他在体制内很早就打出了自己的名声 1982年 他26岁就被任命为 共青团安徽省肃县地委副书记 28岁任共青团安徽省委副书记 33岁任安徽省同龄市市长 汪洋娃娃市长的称号 就是在同龄时叫响的 民间流传的关于汪洋的段子趣闻很多 不过在中共拳前全色交易泛滥 贪腐盛行的中共官场中 有关汪洋的丑闻和绯闻却很少见到 此外 还有一些传闻 多少也显示了汪洋 有别于一般中共官员的做派 例如 据说汪洋在任安徽省体委主任时 他虽已有专车 却骑着自行车到火车站接一位老朋友 另一个故事是说 汪洋到北京工作后 有一次过年回家探母 自己乘坐火车从北京回宿县过了一个晚上 没带秘书 也没惊动地方政府 第二天离开 连他们家的邻居也没察觉 还有一说是汪洋主政崇敬期间 走访农贸市场 随行人员态度傲慢的 两次叫蹲坐卖菜的菜农站起来回话 汪洋突然出人意料的抓起一个青椒 投向该工作人员 接着说 我们是人民的公仆 站着的 当然应该是我们 作为中共官场的童星 随着官越做越大 汪洋进到最高层常委以后 不意外地渐渐失去了个性化的色彩 个性被党性慢慢同化和淹没 与体制内的其他官员无异 邓小平提拔了胡耀邦和赵紫阳等改革派精英 而汪洋则算是邓在厌倦江泽民后南巡时才看中的关门人选 1988年 汪洋担任安徽同龄市市长 成为当时中国最年轻的市长 10年33岁的汪洋被当地人称为娃娃市长 在同龄四年 汪洋率先破三铁 打破铁饭碗 铁交椅 铁工资 对当地旧体制动刀 1991年 汪洋在当地报纸发长文 《醒来同龄》 提示历史不允许我们躺在计划经济上憨税了 呼吁解放思想 破除性资性赦的翻离 汪洋统领的做法也引起了邓小平的关注 党媒《人民日报》也发文吹捧《统领改革》 1992年春 邓小平南巡途径安徽蹦步 专门在迎宾馆召见了汪洋 据说邓对汪的改革镜头十分欣赏 认为他是个人才 加上汪一副娃娃脸 邓系称他为娃娃市长 次年 38岁的汪洋 成为当时全国最年轻的副省长 据传汪洋被邓小平托估于胡锦涛 汪洋的仕途从此进入快车道 汪洋在仕途的每一站 似乎都有不合乎中共官场惯例的出格之举 他在重庆首开先例 让读者到二板找汪洋 改变媒体对领导独占头版头条的报道方式 他不封锁媒体 不硬来 和平解决重庆最牛钉字户的做法曾轰动一时 主政广东后 他处理乌坎事件 必用暴力 还让乌坎村民自选村领导 当时汪洋还赢得了国内外媒体的普遍赞许 汪洋在广东还放宽对非政府组织的限制 催生了一大批地方性的民间社团 他甚至还试点性推出 触动中共各级官吏敏感神经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 腾龙换鸟政策虽然褒贬不一 但它却是汪洋一手打造成名的 汪洋主政广东期间发起新一轮的解放思想 2008年汪洋摆脱江泽民三个代表 提出推动产业和劳动力转型的腾龙换鸟策略 经济转型的同时 他还撤换了大批江派贪腐高官 先后查办了广东省政协主席陈绍基 省纪委书记王华元 深圳市长许宗恒等 引起广东官场大震动 令江泽民恼怒 他倡导的腾龙换鸟的广东模式 和薄熙来的唱红打黑的重庆模式争锋相对 在当时胡温的支持下压制了薄的气焰 最有名的汪博之争是《蛋糕论》 唱红的薄熙来宣扬所谓均负的平分蛋糕 主张自由经济的汪洋则号召先把蛋糕做大 汪洋在广东推行八年的腾龙换鸟 以及大手笔速摊的广东模式 一定程度上也成了习近平后来的供给侧改革 和打老虎运动的实践模型 但腾龙换鸟的转型和速摊 并没有触及中共体制的根本正解 只是老鸟换了新鸟 但龙子始终还在 汪洋作为体制内的官员 就连他自己也是有翅难飞的龙中之鸟 始终逃不出中共党性胶筑的这个铁龙子 汪洋和曾威胁习近平地位的前重庆书记薄熙来 是死对头 习近平上台后的前妻师胜 也从汪洋开创的广东模式上受益很多 按理讲两人应有很好的交集 但是共产党信奉的丛林法则和斗争哲学 始终都让中共处在凶险不断的路线争斗 和派系清雅之中 制人防人大过了治国安邦 争权夺利也胜过了造福民生 十八大前 汪洋就被视为入常的热门人选 但传出遭江派势力狙击 被前段时间性丑闻缠身的张高丽取代 但汪洋受习重用 任国务院副总理 风头盖过常委张高丽 十九大后 多次传出类似大海领军 大海带指汪洋 等暗指汪洋要取代习的传闻 二十大前又有人放风说汪洋女儿汪西沙 介入美国风险投资公司红杉资本 不知不觉中 汪洋在勾心斗角的党内斗争和僵化的极权体制面前 已然自顾不暇 方向难明 他已经很长时间不敢有异生 他曾经豪言要杀出一条血路 通向的彼岸也渐行渐远 没了踪影